哈喽 今天带大家看看新加坡一个 一定会来的一个地方 就是Ochard 然后呢 这个是Ochard外面就是地铁之间上来 然后呢就是 你会看到这个Dior今年它的圣诞树非常的大 然后呢排队的人潮也非常的多 而且重点是又不是在周末 人潮 单单只是拍照都需要排队 然后你能够看到这些装潢装饰呢 就是那个Ochard MRT直接上来 然后那个右手边那边就是能够 从MRT那边直接上来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装饰啊 街道这些 然后呢因为是圣诞节期间所以呢 它的布置装潢都比较有一点的圣诞 气氛 然后这个就是两棵很大的圣诞树 然后能够忘过去就是刚刚那个Dior啦 然后拍照的人真的很多 也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就是很多人会下班 带孩子来逛逛啊 或者吃饱后散散步 然后你也看到老一辈的人呢 走走啊之类的 然后你能够看得到这个 它的装潢装饰 它的灯饰 比起之前 前几年的装饰 感觉上今年的装饰 并没有像之前的那样的 漂亮或者 多元化 选择吧 然后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装饰 拍照的地方 然后呢一路走来你能够看到很多人都在那边 拍照啊 之类的 然后你能够看得到的就是 会有很多人坐在这边 路边啊之类的 休息 走累了 然后继续在散步啊 之类的 让你看到很多种 买冰淇淋的 摩托车 只要小时候 童年吧 我童年时候常常会吃的 然后继续走你能够 看得到其实有很多蛮漂亮的装饰 灯饰这些很有气氛 然后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子来拍照啊 之类的 然后到处都有圣诞节的日园 能够看得到就是大家都是 录影啊 拍照啊 一路走来都会有 然后呢能够看得到整个马路上 都有装饰 不只是 马路旁 然后呢这个就是 Paregon 的一个 Sopping Mall 就是我从 对面过了马路 就是为了拍这棵圣诞树 他每一年的圣诞 然后在这个 Mall的外面呢 他都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圣诞树 你能够看得到人在旁边 其实是非常的 我的哀笑 然后呢他的圣诞树 具 有多高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对我来说呢 是很壮观很漂亮的一个景点 然后你能够看得到的就是 都会有这个冰淇淋 然后一路走啊 其实就是 有蛮多的 最近吧 现在 现在是蛮多有那种 街头艺人 之类的 然后一路走 你会感觉到真的 会有那种 音乐 圣诞节的音乐啊 然后圣诞节的装饰啊 就算你没有去国外 你在新加坡也能够感受的 那种圣诞节的气氛 然后会有很多那种全家服务之类的 然后会有很多那种全家服务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夜洞魔术表演 然后这个是夜洞魔术表演 然后轻轻地放它 然后真正的魔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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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酒 本来是空瓶之类的哦 然后这个是他操作那个木偶在弹琴 不是很强大 然后呢 一路 往那个 Ochard的那个方向呢 一路走过去的话 其实是 就会到了那个 313 Somerset的那个MT 一路走走走 然后这个是不是那个Somerset的那个入口 就入口方面的话是很漂亮 很有那种圣诞的感觉 然后呢 然后呢里面也有一个圣诞树 上面写着313 至于里面就还好 然后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啦 最后送上一个圣诞节的一首歌 我们下期再见啦 好 好 好 小伙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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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